中国对于这个马英九的一些称谓的部分 我觉得也都有一些隐秽跟有一些担心 甚至有人说这个称谓的部分都被降格 在规格各方面都是如此 如果这一次是相反的 是由马英九到美国去 蔡英文到中国去 那可能的结果又会是如何 主持人你问了一个 不可能发生的假设问题 不过这个问题蛮有趣的 首先假如说中共欢迎蔡英文总统 访问中国 那对台湾是好事 那意味着说中共已经放弃统一台湾的战略了 不过好像中共从来没这么想过 所以这种可能性不存在 那么现在马英九会不会访美呢 我觉得好像也不会 因为马英九他虽然是流美的 家人也有在美国 国民党可得上也是说要亲美 但马英九他所代表的那部分政治势力 现在实际上是亲中反美的 那关于反美这个部分 我们看到台湾制造这个疑美论 或者仇美论的人物 他们是不是同时在反共 当然不会 因为这类人物实际上都是因为 亲中才反美的 并不是美国得罪了他们 或者说是这个有美国哪些事情 让他们直接感到高度的不满 实际上是因为美国不甩中共 所以台湾的亲中派 才会带中共去发声来反美 那他们是用这种办法来讨好中共 顺便想骗骗台湾人民 也骗骗选票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如果马英九去访美 他当然不会去赞美美国 而是会去指责美国帮助台湾 然后就妨碍了台湾某些人 与中共合谋吞并台湾的意图 那么这样的场景 美国人会不会不懂 那我今天我想举两个 我们节目采访的 美国的著名的中共问题专家 以他们的说法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顺便我还想讲 先这个预告一下 后面我还会讲到 中共对马英九并不恭敬 他访问期间 大概到南京期间 中共的外宣官媒 打了一巴掌 然后又摸一下头 所以马英九其实 在中共眼里并不受到尊重 相反对他的话 是非常的蔑视的 那我先来讲这个 美国的著名中国问题学者 他们怎么看 今天台湾出现的这种 亲中反美的这个论调 他如果改变台湾的政治走向 会是什么样的前景或者看法 那第一个呢 其实我今天讲的这个都是我们节目已经播出过的 一个是今年2月18号 我们节目播出了我们团队在华府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办公室里头采访了美国的这个一家智库 就是马歇尔基金会这个智库 他的亚洲项目的主任格莱尔女士 那么节目播出的时候 这个他可能有些意味深长的话 观众们看得比较快的时候 那就不一定会有足够时间 去比较透彻的理解 那我今天下面再来把他的话引用一下 针对当前台海的局势和马英九访中 我想大家就会体会出一些比较深的意思来了 格莱尔女士当时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 他说了这样一些话 我引用他的原话 他说台湾一直是有不同的声音的 台湾有一些人认为 与中国达成某种安排可能对台湾的未来最好 这并不新鲜 而其他人则不这么认为 然而如果看看民意调查 我们确实看到支持与中国统一的人越来越少 而支持独立的人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我认为这是指格莱尔女士 他说我认为台湾的大多数人仍然支持 维持台湾的现状 那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美国在台湾问题的主权问题上不站边 但是美国坚持两岸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应该是和平的 不过两岸各自的方案不同 我们不知道北京是不是会提一些个替代一国两制的方案 因为一国两制非常不受欢迎 甚至在香港成为中共施压的 施加更大压力的目标之前 一国两制在台湾就已经不受欢迎 然后他说我们看到几乎每一位台湾总统 从李登辉开始都说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然后1999年民进党上台时则说 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如果有一个一贯的政策向前推进 他这个一贯政策就是台湾 不管哪一个党执政 如果有一个一贯的政策向前推进 无论新总统是谁 都会继续台湾过去的政策 这将被美国视为稳定和受欢迎的 而如果新任台湾总统说出截然不同的话来 则会引起美国的担忧 所以接下来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重要的是美国和台湾 要让双方的政策都不会出人意料 这句话讲得很委婉 英文的原话 That goes two ways Taiwan shouldn't surprise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not surprise Taiwan 中文的含义是说 这指的是两个方面 就是美国台湾让双方政策都不要出人意料 这指两个方面 就是台湾不应该让美国感到意外 而美国也不应该让台湾感到意外 上面我刚才讲的就是 格莱伊女士接受我们采访的原话 她的话比美国行政官员的话 当然要直率一些 尤其是最后一句 就台湾不应该让美国感到意外 我们可以想一下 在当下的台湾政治局势当中 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会让美国感到意外 那实际上呢 格莱伊女士接受在华府接受我们的采访之后 很快她就去了台湾了 我想啊 她去台湾也是想实地的观察一下 台湾是不是出现了 可能让美国感到意外的政治动向 那现在台湾的执政党与美国 有紧密的合作 蔡总统的访美就更进一步的 巩固了台湾的国家安全 但是呢 台湾的在野党 是不是与中共有越来越多的勾结 这就是会让美国感到意外 感到担心的事情 那美国为什么会担心 美国担心的是说 台湾的安全会被台湾内部的 亲中派动摇 如果那种事情发生的话 就是撼动整个东亚 甚至整世界经济的大事件 这是格莱女士的看法 那么另外 我还想再举一位 美国的著名问题专家 李安勇教授的看法 他是马英九非常信任的 那位苏启的老师 那么3月29号 我们的节目里播出了 我采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李安勇的内容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部分 我问了李安勇教授 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台湾被中共接收 对台湾2300万居民来说 意味着什么 李安勇教授的回答 非常简洁明了 他说 中共要统一台湾的话 对台湾民众来讲 是非常非常悲剧的 我不想看到那个 我不知道苏启先生 在讲九二共识的时候 在讲一个中国的时候 他对他的导师的这个评价 如何解读 那正如李安勇教授所言 统一 被中共统一 对台湾居民来讲 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那么我在3月8号我们的节目里头 曾经就中共统一台湾的可能前场景 做过一个沙盘推演 那从这个推演当中可以具体了解到说 为什么台湾会被 如果被中共吞并的话 会带给台湾人民多大的苦难 那当然了 这个台湾的统派 现在是稀里糊涂在喜欢统一 但我相信台湾的大多数民众 都会认同李安勇教授的判断 那就是说统一 被中共统一 对大多数台湾人民来说 的确是非常非常悲剧的 那我为什么讲说台湾的统派 是在稀里糊涂的喜欢统一 那我刚才讲到的那个 我做过的那个 关于中共和平统一的沙盘推演当中 其实我讲过的 就是说台湾的统派 被中共统一以后 可能会发现说 那个时候 他们欢迎的统一 会让他们比在中华民国时代 痛苦许多倍 首先马英九就会带头痛苦 为什么 他的这个退休总统的待遇 就要取消的 那个中华民国政府 给他一年花几千万这笔钱 中共很高兴会自己拿走用去 还有那些喜欢统一 亲共的退降 他们的退休凤也会被取消掉 那么中国国民党会被取缔 那些举五星红旗 拥共的人 恐怕现在被中共统一以后 再去举五星红旗拥共 盒饭都没得脸 但那时候他们只能骂自己 昏庸糊涂 我们下来的住民党会被取消掉 我们下来的住民党会被取消掉